为什么射精后会特别困 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 身强力壮 身材有形有肉 迷倒不少千万美少女 在那事儿上 也宛若一头精力充沛的野兽 但就是每次完事之后 就像横死沙场 马上倒头就睡 任凭女方使出七十二遍 都无法将她叫醒 这不禁让女性感到纳闷 难道自己只是男人的泄欲工具 是什么原因让男子 事后之后变成一副死尸一样 这里真的为男子说一句公道话 男人之所以会有这样情况出现 是因为男子在每次射精之后 都会进入到一个不应期 在这个不应期里面 男人会出现麻木 心不在焉 疲劳 身体乏力的情况 什么是不应期 男性不应期是指一次啪啪结束到身体状态 又可以开始下一次啪啪之间的 必须间歇时间 不应期的出现目的 就是为了男子避免纵欲过度 让男子在啪啪之后 性系统功能有一个恢复期 啪啪本身就是一项消耗体力的激烈运动 啪啪时全身处于紧张状态 能量消耗很大 啪啪活动后 各器官应有疲劳恢复时期 保证代谢平衡 能量续积 补充激素达到一定水平后才能恢复性欲 不应期就是为下次性生活创造条件 男人越年轻 不应期的时间就越短 恢复时间会很快 但随着年龄增长 等待再次勃起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 然后男子在短时间之内 想重复性生活的可能性就越小 男性的不应期的时间 一般在20分钟左右 年龄 身体状态 性生活的频率等都对其长短有影响 另外 一些增加性欲的药物 可能会缩短不应期 不建议使用 破坏身体系统平衡 美国性学家做过一个统计 发现同龄男性的不应期 是由啪啪质量决定的 即啪啪时间越短 质量越差 不应期就越短 而啪啪时间长 质量越高 不应期则相对较长 啪啪实际上是一个性能量释放的过程 啪啪时间短 质量差 体内积聚的性能量难以完全释放 身体就会有排出剩余能量的需求 因此 不应期相对较短 身体会有再度性爱的需求 而经历了酣畅淋漓的高质量性爱后 积蓄的激情都能得到满足 此时最需要性系统的休息 调整 所以 不应期相对较长了 这个不应期之后男性才有 女性是没有的 而这也为什么总有人说只有更坏的牛 没有更坏的甜 作为女性 在男朋友努力完了之后 可以适当的帮助用一些方法和技巧 帮助他们缓解缓解下身体疲惫 而作为男性 想要每次的女朋友对你念念不忘 结束了战斗可以适当给她一个温暖的吻 温暖的拥抱 不要急结束急翻身倒头就睡觉 那这样 你真的是一个床品极差的渣男了 男子应该怎么样缩短不应期呢 一 体能好是保证 研究发现一次满意的性生活消耗的能量 相当于三千米长跑加八百米冲刺所需的全部能量 可见强健体魄的重要性 推荐慢跑 一次五公里左右为宜 可以增加整体体能 如果身体条件允许 还可以配合一些其他锻炼 如深蹲一天三组 一组二十个和腹部肌群锻炼 一天三组 一组二十个 二 饮食调养很关键 建议适当增加红肉的摄入量 适量补充微量元素心 三 养精蓄锐古人云 以墨养气 以明养血 以睡养精 以静养神 对 我说的就是睡眠 所以 有事没事都要早睡早起